大家好,我是雅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六月份愛用 首先呢,就是我這一個月非常非常喜歡戴的一個日拋 好像是最近才開始在寶雅上架的 那我很喜歡的這個顏色叫做香檳落日 它的放大,著色指徑是13.3 我覺得對我來說非常的剛好 就是有大,但是也不會太過誇張,又不會小到眉神 然後再來呢,它是屬於那一種外面一圈比較深色 然後中間啊,變淺一點點這樣子 我很喜歡這種有一點點溶筒感 就是在非常有效的放大之餘呢 讓你的眼睛不要這麼的沉重,這麼的深 不會看起來整顆黑黑的這樣子 有點清澈透亮感 這個顏色就非常棒 然後它也不會例如說,特別的中,或者特別的灰 會讓你覺得你的彩妝要跟著它一起搭配 我就覺得它中間那一圈 我就覺得它中間那一圈我戴起來呢 是比較中心一點 我覺得它真的是屬於我 好,遠拍,眼睛大,有神,近拍 眼睛也是好看,然後不會有奇怪的花色感 那種印花感 我已經就剩下這一副了,我要再去買 好,接下來呢,也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眉毛 我覺得今天眉毛也還蠻不錯的 KP的眉粉加上液態眉筆的組合 是04號的顏色 這支呢,我覺得它畫起來的妝效非常自然好看 而且它的持久度好像比一番眉筆特別的高 先用這個氣墊眉粉頭 隨便亂抹一圈,就是整個眉毛稍微填一下 最後再把尾巴這邊再填上這種液態的這一頭 那這一頭呢,它的發色度也是那種 你可以一直畫一直畫一直畫 一直畫,然後慢慢堆疊 就是我很害怕,眉彩方面呢 如果不太顯色的話呢 真的很容易失手 眉毛一失手只感覺不好 那它呢,就是可以讓你慢慢疊 慢慢疊 都不會太過濃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我也不是這一個月的四 可能上個月吧 然後我到台中去 我發現台中竟然有一個 Mikimoto的專門店 獨立的開在外面 於是呢,我上去旅遊啊 就買了一大坨 大家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第一個呢,就是他們家的散狀的那一種蜜粉 真的是如果你是一個乾肌 然後或者是你是一個細紋肌 收齡肌 你會覺得任何的粉類你一上下去 好像臉變粗糙 然後細紋全部縱紋都跑出來的那一種人 你真的很適合他們家的蜜粉 可是如果你不是 就是如果你可能開架啊 一些蜜粉啊 其他的專櫃蜜粉 你就覺得上起來 欸不會乾燥啊 那你就OK 並不一定要買到它 因為你可能反而 不知道它的好在哪裡 好,因為我上次呢 急著跟朋友出去 然後沒有把它蓋起來 我就把它整個灑得滿地 全部都沒了 我就只好呢 再去重買一個 現在都學會 乖乖的一定要蓋好 不然在打翻呢 心很痛 除此之外 其實我在那邊也再買了其他東西 我想說 不枉此行嗎 因為很神奇的就是 它那一間店是長年打折 我忘記 我怎麼現在就忘記 我那時候是八折還是什麼 總之百貨公司 就算沒有什麼打折 或是打個九折 九點五折 那一邊呢 整是長年 就是有更傻的指扣 我覺得超扯的 不會滿他們的粉底液 那它質地比較濃密 固態一點 但一點保濕度 但是不會太黏膩 修飾度有到中度以上 所以呢 我覺得它當然難免還是會有一點點厚度 對於如果是正夏的天氣 我覺得就沒有那麼的適合 因為如果正夏的話 出遊之後 我覺得毛孔比較大的那個地方 會比較 有一點點補起來這樣子 不是非常可怕明顯的那一種 但是呢我覺得它應該是更適合 例如說春秋這樣 修飾毛孔啊粉刺那些的也都是有 但是呢它當然不像那種霧面那種磨皮感 貼度也蠻不錯的 整體來說我自己是還蠻喜歡它的妝效 然後呢我很喜歡它這個顏色的米色調 自然之中呢帶有一點點亮度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然後另外呢我還有買了 他們的粉餅 很特別的就是他們的粉餅 竟然有分兩種遮瑕度 他說一個是自然 然後一個是遮瑕 那我覺得他們的粉餅呢 依然就是非常的適合乾淨 就跟那種蜜粉一樣 就是很有融進去肌膚的感覺 所以呢如果你是乾肌 然後你也討厭粉餅一上 你就覺得總是要度過一個 粗糙乾燥的一個時期 等它出油不喜歡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自己是在例如說加入不上妝的時候啊 我就是上完防曬然後就再鋪一層它 就覺得臉色蠻均勻的 這個唇膏是蠻小巧 給大家看它的發色度 發色度是高的 它不是那種很滑的耶 它是屬於那種濃稠固態型的 不是非常水滑那一種 但是呢就有它的你看它的滋潤度光澤度這樣子 這個顏色呢我自己擦起來覺得 嗯? 算是素顏淡妝都還不錯 我手邊比較少這種這麼亮橘色的顏色 可是呢我就覺得它疊起來好像 讓我的氣色蠻明亮感 然後清新感這樣子 另外我還有買了它們的眼影霜 因為那邊打折實在是 就覺得不買不行 然後我買了這個顏色叫做月膠 棕色呢有點焦糖色的感覺 最細閃 我覺得呢它隨便的疊加在眼影上 就是會有一點漂亮的光澤 然後因為有一點帶粉 有一點溫柔感 我疊在我的眼影上面呢 我覺得有增添一點點細緻度光澤度 單擦的話呢我相信也是一個 還蠻漂亮細緻的光澤 但是呢就比較偏透透的這樣子 不是那種很深邃啊或者陰影感的 接下來呢跟大家分享一個化妝登鏡 天啊!我回去看我已經愛用五年了 因為我五年前剛買到的時候 也是驚為天人 那時候就已經有拍一部影片了 那時候是長這樣子的 就分享這個 Amiro 是這樣唸嗎? 的化妝登鏡 在遇到它之前呢 我是不停的在選擇化妝登鏡 我買超多化妝登鏡 可是呢常常都很不滿意 覺得不好用 不夠亮不夠真實 電池續航力太爛之類的 直到我買到它 我就覺得哇塞真的很厲害 好第一個呢它的鏡面很大 然後它的光線呢是那種 不是像很多就是一顆一顆很刺眼的那一種 它的光線是沒有顆粒感的那種均勻的亮 有三種光線 自然光、黃光、白光 我覺得它的這三種光線都做得非常的好 因為你知道很多燈鏡 它的白光跟黃光 哇塞!是兩個超級極端的 它的白光藍到 我想說到底哪裡的光會這麼的誇張的來 然後它的黃光就是黃到那種 天啊餐廳也沒有黃成這樣 酒吧也沒有黃成這樣子 那種很誇張的 可是呢它們的三種光都是很真實 很像在 欸真的你在不同場合 就是這一種光不會過於失真 然後再呢它有六種亮度調整 它的亮度呢 從弱到強可以躲強 就我記得那時候啊 兒子還是小寶寶 然後我有個工作需要我 天還沒亮的時候就開始化妝 然後那時候還住公婆家 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偷偷化妝 所以呢我就直接在房間 然後把它這個燈吹到最大 哇塞! 整個超級明亮均勻的非常厲害 完全不需要其他的燈光輔助 一般的化妝燈鏡就是一定要 開了其他的光啊只是稍微打光而已 可是它直接就是一個人可以照亮我全部 然後呢我也很喜歡它的光線啊 照起來真的是那種均勻感的 你不會覺得說好像很刺眼的集中在前面 然後兩邊呢還都是陰影 它真的是照的是你整個 都是非常的均勻明亮 太便宜的你照起來就是人有一種發揮感 然後顏色呢都很失真 不是真實世界大家看到你的樣子 那就很容易讓你造成誤判 然後把妝化不好 可是呢如果一個好一點的鏡子 你就會覺得它的顏色啊非常的寫實 就像是一個好的相機這樣子 照得出來很真實的顏色 然後呢我覺得它的續航力也非常非常好 雖然它官方說什麼充一次啊用七天 我覺得根本就超過七天耶 我可以用好幾個禮拜 而且它是充電型的 你就不會覺得電池一直換啊 很消耗那個電池 那為什麼愛用那麼多年 我這其中真的就是忘了再跟大家幾例推薦 因為我覺得它的單價其實算偏高耶 原價是四千多 我覺得並不是每一個人 都會想要投資這樣的東西在鏡子上 儘管我覺得很超值 所以呢一直到現在呢 我真的是自己跑去跟他們說 可不可以讓我團購 然後呢可不可以讓我壓地價格 因為呢他說3C的東西啊很難壓價 所以呢我就說好那不然就是 我的分潤我減少沒有關係 我希望大家可以買到便宜 就是可以買到市面上很難買到的低價 所以呢我就壓低價格了啊 然後現在呢賣的價格是3199 這樣子呢就非常有感了吧 還有送一堆東西 但我覺得東西都不是重點 什麼化妝包啊然後髮箍啊美妝蛋啊 甚至是刷具 我自己是跟他說就是價格越便宜越好 就是送的東西我 我不強求送東西 好所以現在呢我就要跟大家正式的分享 就是我5年前買的這個是舊版的嘛 現在的已經長得不太一樣了 現在的呢長這樣 有沒有非常的美 它有分不同的顏色 有像這個一樣是黑的 然後有銀的 然後有這個粉色的玫瑰金 那它的新款呢你看就比舊款薄一點點 然後呢這一邊啊這邊也比較長的簡約型 還有再來我覺得很棒的是它充電的地方 變成是那種Type-C 就是以往是要他們專用的這一種頭啊 我好像就沒有辦法共用了 可是現在這種Type-C就很多電器都是 所以呢充起來就是很簡單大家共用線就好了 然後還有整個開關的部分啊跟Logo的部分啊 本來這邊比較大 然後是這種按鈕型的 然後現在呢它整個下面變得超簡約 Logo小小之外 它的開關變成是觸控這裡 我真的覺得化妝燈鏡是非常非常值得投資的一個東西耶 因為你告訴我說欸給我一個不好用的工具上妝 我就覺得OK我可以上得好 給我難用的彩妝品上妝 我也覺得我可以想辦法讓它上好 可是如果你給我一個很爛的光線 不均勻的光線 我真的覺得我很難把它畫得非常好看 燈的這個東西真的很重要 如果我把我房間的打燈全部都關掉 我就會變得如此的暗 這個呢是他們的自然光 就是你可能在一般外面啊 太陽下看到自己的樣子 然後呢這個是冷光 就是你可能在辦公室看到自己的樣子 然後再來呢這個是黃光 可能是在餐廳裡面的 妝容呢會變成這樣子 這一個是最亮的 然後在網絡網絡總共有六個程度 這一個呢是最弱的 調整亮度之外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它可以感應 只要你打開之後呢 你就是長按中間這個鈕 按到它變成是紅色的這個燈 沒有人 它過30秒自己就會關掉了 所以呢完全不擔心 哇趕著上班然後忘了關燈 然後回來發現燈都沒電了 不知道 喔!關了 過了30秒它就自動關 但是呢如果你在接近又有人 你看 它又打開了 這完全又有一種尊榮的感覺 我坐下來然後有人親自為我開燈這樣 然後呢它還有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你看它長得那麼簡圓 通常鏡子下面就是一大坨 例如說這個好了 我這是特地留著給大家比較的 最後一次買的這個台妝登鏡 MOMO上面我記得也要1000多塊喔 超爛的 就是它根本就不亮 然後呢這個東西也 你知道嗎?固定不住 好像一堆收納好像可以收納又收不了什麼東西 我為了拍這個我拍完就可以丟了 但是它這個呢 它為什麼可以這樣子直直立立的在這裡 然後下面好像完全不用支撐 因為它有吸盤 你看 我怎麼敲它地震搖它 它都不會倒 尤其是在越光滑的地方它可以吸得越牢 然後如果像這個桌子有一點凹凸面 也是吸得住但吸力就沒有那麼強 但是如果是那種超凹凸的它當然就吸不住 可是這一點我真的很棒 因為我很常把鏡子打翻 就算呢下面有一個底座 還是常常你知道東翻西翻 或者是我移動鏡子的時候 我底座上的東西 常常就是會弄得亂七八糟 可是呢它這個樣子啊真的設計很好 你輕輕一個角度 傾斜就可以把它拔起來了 我一定要給大家看喔 它在我眼中光線是多棒多均勻 我用手機拍攝 好假設沒開燈是這樣子 你看很不均勻我的妝就會很容易畫得一邊淡一邊重這樣子 那我開了這個燈 我整個臉兩邊非常非常的均勻 它說呢它們的顏色程度呢是95% 就是95%接近真實 真的很厲害 大家一用就知道跟其他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它不但就是顏色很真實 然後光很均勻沒有夠亮又不會刺眼 然後呢有這貼心的吸盤 然後自動感應 續航力高 然後不容易壞等等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也算是我買過最值得的東西之一了 然後呢現在跟大家要到便宜的價格 大家如果呢真的有需要有興趣的話呢 我覺得是很值得投資的 那同步呢其實他們也有給我其他的產品 就是一樣是在這一次的團購裡面有優惠 可是我真的覺得其他東西有比較便宜的 可是真的沒有這個那麼的厲害 就例如說呢他們也有給我亮另外這一個鏡子 是比這樣簡約版本的是一千多塊的 就是只有白這一款 它沒有那種自然光啊黃光啊等等的 然後它就是這樣子很亮白感 我覺得上起來也是OK 還是比很多化妝登頸啊寫實感啊 還有亮度啊均勻度啊不刺眼的程度還要好了 可是呢真的要跟這個比又是有一點點差異 它呢就是很簡單的是白光 然後不同亮的程度 然後後面這邊呢你是可以擦一些飾品之類的 然後下面呢是一個白色底座 因為它沒有吸盤呢 所以呢就是要這樣子比較穩一些 然後一樣呢有不同的顏色選擇 如果大家真的就是預算非常有限 然後又很缺一個不錯的化妝登頸的話呢選它 可是如果你預算OK 我覺得這個直上最好的一定是非常的值得 它整個扎實度啊什麼的都非常的好 而且我聽說這個好像是什麼跟iPhone外殼一樣的材質 非常的沉重有質感 然後另外第三個他們還有寄這個來 是在這個團購之中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有點微妙 就是呢它好像想要設計的很方便 可是又沒有這麼的方便 就例如說好它是這樣打開 然後呢這樣掀起來 然後呢再把這個鏡子貼上來 直接變成行動的化妝台 裡面呢這邊還可以裝東西這樣子 可是呢我會覺得它的這個容量 就是有點要大不小然後又這麼硬 比較沒有那個靈活性啊 我會覺得我化妝出門 然後特地帶一個這麼大這麼重的盒子呢 就沒有這麼的適合 所以這我不是很推薦 大家呢就是隨便看看就好這樣子 喔對然後這個化妝登頸 它也會再附一個小的放大鏡 然後是可以直接吸持在它上面的 那個我不知道丟到哪裡去了 因為我真的沒有在用 我會覺得這樣子我就看得清楚啊 我不用這麼放大這樣子 所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接著呢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每月愛用的好物 欸很無聊的一個東西 但是很可愛 就是無印良品的毛巾 我總是看到無印良品竟然推出這種花色的毛巾 我就覺得超級爆炸可愛的 很復古然後這種復古黃 然後加這張格紋 我真的覺得會讓毛巾用起來都很開心 那它的厚度呢就很適中啦 很吸水然後但是又不至於說很難乾這樣子 算是中間厚度的 總之呢我就是覺得用它很療癒 不論用著看著掛在那邊 都像一個可愛的裝飾品 好好看喔 如果大家最近想買毛巾呢 想要買了一個可以看著放著都讓心情好一點的話呢 這個我真的蠻推薦的 然後還有其他顏色 然後這個月呢也就是第一次買了我的水晶串珠 我是在那種火車站附近的地下街串的 所以裡面有一間店 它其實有很多間店 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去挑欸 我就是亂入一間店 它說呢你可以自己配 我不知道功能什麼的 但是我就是想要一個黑色 這以這個黑曜石為主題 這一個 然後呢我自己是想要這種有切面的 細細閃閃的還滿質感 然後我自己中間再搭配什麼 髮絲的珠 其實或者是什麼什麼 中 我不知道 我完全都不懂這個水晶 我只是挑那種我覺得顏色搭 然後協調好看的 做這樣子兩邊對稱的 所以呢我到哪一面就是有一點點不同的感覺 那這個黑曜石好像是說能去除 不好的東西啊還是什麼 然後讓心情平靜的 我覺得蠻適合我的 然後在穿搭上也很方便 就是我特地選的這種 不要是扣式的 因為如果扣式的我就會懶得戴 中緊戴式的我就可以一套就進去了 讚 就不會懶得戴飾品的 我覺得姑且不論說它有沒有什麼效果 那我自己是覺得戴起來就是漂亮 心情就好 是一個很棒的裝飾品 然後很客製化很獨特的 然後我最近又在瘋狂的 亂買防曬外套 我應該又差不多可以再拍一集了 我先跟大家介紹我目前買到 很滿意很滿意的 它長得就像一個純淨 然後有一點oversize的白襯衫 但是呢它是GAP的防曬外套 它上面寫說係數是有到40喔 我覺得防曬外套 可以做這種白襯衫形式 然後上面還沒有任何你知道嗎 多餘的裝飾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它呢穿起來是這樣子 非常簡約 然後呢偏長的這個寬大白襯衫 側面呢有點小開探 然後加上有點弧度 然後前短後長 後面也是有個這樣子大弧度 我買的是已經是XS囉 看起來還這麼大 它就是本來就有一點oversize 然後是呢有點落肩的設計 最重要的是它有彈性 你看 哇賽好舒服喔 有彈性良 然後有防曬係數 然後很白很簡約 連扣子都是白色的 然後沒有在縫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這個很不錯耶 就算你們家沒有這個GAP的店面啊 它在MOMO有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下單 然後不喜歡再退就好了 它這一款呢還有出黃色 然後跟這個藍色的 藍色呢穿起來是這樣子 我覺得很棒 他們家呢我還要收集其他 不是襯衫型式的 沒關係我之後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以上呢是今天的分享 應該已經分享很長 那大家這個月愛用什麼呢 也在下面跟我分享喔 如果呢對於這個 我目前為止用到最厲害最好用的化妝登鏡 我覺得很難超越的 有興趣的呢也可以在資訊欄裡面逛一逛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囉 我們下次見掰掰